喂,來猜拳吧,輸的人去買午餐 好,先跟你說,我會出步喔 哼,先預告自己會出什麼,好來流量對手 是猜拳裡的基本套路,正常來推斷 說出步是為了讓對方以為自己要出步 又是對方出剪刀,而自己再以石頭一舉擊潰對方 這時候我只要出步,就贏了 不過,紅姐可沒那麼笨 她肯定預料到我會預測到這一步而初步 因此,她會出剪刀 而我只要出石頭,便十拿九碗 哼,紅姐,你也只有這點成,真是太讓我失望了 嗯,來吧 好 等等,要是她連這一步也料到了呢 面對我臨時起義的猜拳 她卻一副勝券在握的樣子 什麼的賬 這傢伙知道我討厭出門 她早料到我會提出以猜拳決定誰去買午餐 在我開口前的半小時 她早已在心中與我戰鬥千百回了 我所預料的每一步 她肯定都掃摸到了 可惡,這傢伙太厲害了 只能採取安全的進攻法 據統計,人們猜拳出現幾率最高的是石頭 那麼我只要出步,我石頭便不會輸了 但她要是知道這項統計,假設並不成立 要是我急著分出勝負而出了步 那她很有可能被剪刀把我幹掉 就出最保險的石頭吧 沒錯,出石頭至少不會輸 剪刀石頭布 這...這什麼? 手槍啊 嘔! 翻開覆蓋的現金卡 記賬小本本! 記賬小本本? 每一次你跟我借錢 我都清楚地記在這本小本本裡 只是你想賴也賴不掉了